明明看到这个很蓝的这种天啊 但是当我们加入这个人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天就变白了 没有色彩 这就是因为我们立光造成的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立光拍的时候 稍微退远一点 还非常容易把这个人拍得很黑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是通过改变光位啊 比如说我围着它来转一圈 换到一个 转到这样子 转转转过来 对 转到一个顺光位或者侧顺光位 这样子呢 我们的人就不会黑了 大家来看一下啊 好 然后色彩也会被表达出来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 在阴影里面去 来 转转同学走到阴影里面去 对 大家看这个地上有这个影子啊 我让它完全走到这个阴影里面 然后呢 我们再走近一点去拍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拍 这种白色的天空 用这个深色的建筑啊 或者是一些深色的元素来做背景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就会切换到人像模式 这个时候人像模式呢 也会有一些这种算法的补偿 我们来看一下 对 刚才笑的时候很好看的啊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拍到一个相对完美的这个场景 但是由于我们在人像模式之下啊 如果你想要拍一个全身呢 因为这个背景本来就很小 所以你很难去找到一个只有深色元素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用两倍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可以缩小这个背景 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拍到这个 相对来说 让人脸更白啊 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么还有第三个方法 我既想要拍到这个人 又想要拍到整个的建筑 还想要拍到天空的蓝色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专业的方法 就是进行补光啊 现在呢 我们让小叔同学拿了一个这样的补光板 然后在这个地方通过反射 我们来试一下啊 波罗过来 过来 好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小叔同学就用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镜子 他会把这里的光线呢 照在上面 然后反射过来到军军的身上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拍啊 不管是这个 这个拍到全身还是半身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都能保证这个人的 这个亮度是非常合适的 同时呢 天空的蓝色又被保留下来 这就是我们对于这种 逆光场景下 如何去选择光线和背景的一个方法 好的 我是外比大叔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内容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集再见啊